可是我覺得韓國體驗的那個 其實不適合 沒有V聲音的音樂耶 這是一零年 而且有你喔 就我大兒子以前在第一胎嘛 總是覺得 對... 想要幫他好好的留下紀錄 那曾經有一整年 每天我都幫我小孩 我自己的大兒子都幫他拍 至少拍一張照片 一整年 每天都拍 可是我騙個365 就真的是365天 歸好多紀錄喔 就變你自己騙個 其實小孩就成長就這麼一次嘛 對啊 我覺得就是 這個是 我自己都覺得 是很珍貴的一個紀錄這樣子 對 剛剛轉職的時候 剛剛是問爸爸媽媽嘛 那你的音樂不用呢 他都完全支持 我老婆其實是很贊同的啦 對 因為他其實 確實 因為我自己是還算 是很謹慎的一個人 但是我 我老婆可能 她在旁邊旁觀者親嘛 她就覺得 其實我 原本自己的業務 本身應該都接得不錯了 案子就接得滿不錯的 對 其實他 因為他更贊成我早點出來 當正直攝影師 對 你一回是既定要去買一次 當然剛開始想要證明自己的實力 對 譬如說我印象比衰 那時候差不多都2018 對 你說什麼都覺得 不過說沒想要這樣 不用證明自己了 對 你可以再說 哪裡是這樣的心境的轉變嗎 其實我漸漸不去參加一些比賽 是因為我當時有想說 例如說有一個國際攝影平台 WPPI那一個平台 我給自己一個目標 是我想要達到一個大師資格 那大師資格它是需要 不斷的有一個持續累積得獎的一個積分 你才有辦法得到這個頭銜 那後來我就有拿到這個頭銜之後 我覺得就算是我自己 當時訂了一個小目標已經達到了 我就覺得 也不必要一直再去 一直去 去為了比賽而比賽 為了得獎而比賽這樣 我覺得 開始就是說 回歸到就是把心思放在團隊 一起成長更重要